都在二月十九號是關世音菩薩的聖誕 中華世要向正心的國際文化協會 在不在家與市議會的國際會議聽 基本上就將關世音菩薩聖誕 和在乎在新加企發會 將就恆性加措人迫切來祝福 來為臺灣祈福 將近一層委員的憲政 共同將將將關世音菩薩報問品 竟將關世音菩薩的聖誕 中華世面佛教真心國際文化協會 為臺灣慶祝關世音菩薩的聖誕 連三四黨都在港以市 基本上上當中嚴盛性的發會 十二好上二在港以市議會國際會議聽 就要來基本上記憶發會 將殊聖誕言在嘉義市議會 已經是第五年了 都是由市議會市政府來協助辦理的 那跟各位特別報導是 我們有感於關世音菩薩 大慈大悲的恨願 所以我們本著這樣的一個精神 佛教徒的精神 今年特別有救助 220戶的清寒家庭 那嘉義高中的學生 老師教官 還有新竹香山高中的老師 學生們都來協助當義工 所以這場法會 主要是祈願能夠所有的與會大眾 都能夠吉祥平安 有感到最近這幾年 經濟沒有經濟影響到民眾家庭 為著要讓社會代表可以 適合到活力加齊 勝利多過年 然後特別要請到任波切 修期蘇生的財富 財新加齊化 加齊有會的現象在運行通 在運工前加定米萬 在參與發揮的現象在發揮完完後 都領受到經由任波切 修法加齊的感動完 小載旗號加齊米 合格園的文散品 你在發揮完完後 既行發放在愛心物資 關懷輔助六四的活動 總會照顧200萬個家庭 讓他們能夠平安 吉祥來度過人生的立官 西新新聞 中級民王秀山 加義士 蔡宏波島